大家好,我是... 好難啊,這個 好吧,我剛剛在瑞士酒店管理大學 剛剛讀完Year 1 現在正在做十集,即將是升讀Year 2 我是Bredon 大家好,我是Sonia 我是讀SHM,剛剛讀完Year 1 現在實習中 我考完之後,好像放鬆了整個人 就立刻計劃去Gred Trip 那一刻很開心 我記得我考完最後的課就是Speaking 考完那一刻真的超開心 好像放下了心頭大小 因為既然辛苦了這麼多年 最後一切都結束了 所以真的很開心 然後馬上跟同學吃飯慶祝 其實我覺得考完那一刻真的不用太緊張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無法預計 所以我覺得考完後 就盡情放鬆輕鬆去玩 當然都要為你將來的升學做一下準備 我大概應該是考DSE之前已經有這個計劃 因為其實我中六的時候已經對Hotel Management 這方面很有興趣 所以就上網做很多研究 然後發現了其實瑞士這個酒店本 是很文明的 然後我就上了來 經過和家人考慮和諮詢了之後 就決定來這裡報名讀書 FORM 5去了一個中大的Information Day 那我就去他們有Hotel Management這一課 那我就覺得我自己很有興趣讀這一課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去研究多些不同地方去讀這個Degree的分別 然後我就來到這裡SEG 然後就了解了更多 然後我就覺得很適合我 我真的累著